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是8月2日星期二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哪些科技资讯吧 大家都知道魅族现在已经有 Pro MX魅兰Note以及魅兰四大产品线了 今天魅族宣布将于8月10日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召开新品发布会 发布全新的一系列新品 值得一提的是魅族副总裁李楠 去年7月曾在微博上表示 想做一款1万元的手机产品线 需要12个月的时间准备 现在12个月已经过去了 魅族万元旗舰产品是不是也该现身了呢 当然售价过万肯定是不会了 但是这应该是一款非常值得期待的新产品 而且从网上爆料的信息来看 新机很有可能会使用双曲面屏幕 还会加入双后置摄像头 如果真是这样 那这才应该是魅族真正的旗舰 对了说了这么多 这一次演唱会的嘉宾会是谁呢 小编倒是觉得 Eason 陈一迅非常合适呢 你们觉得呢 iPhone 7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发布了 现在中国联通香港公司 就已经开始发预热海报了 而海报中暗示即将登场的iPhone 7 会增加蓝色版本 且会搭载双摄像头 据悉新一代iPhone都会是32G起步 防水性能也有所加强 但是都没有达到IP68的级别 此次运营商的爆料 还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的 但是是否真的存在蓝色版本 估计还要打个问号呢 昨天LG宣布将在9月份发布V20 今天韩媒就给出了该机的配置信息 采用5.5英寸1080P显示屏 搭载骁龙820处理器 3G或4G的运存 32或64G的存储空间 前置800万后置2000万像素摄像头 内置4000毫安时的电池 从参数上来看 V20整体配置要比LG G5还要低 而且屏幕还不如上一代的V10 当然爆料信息仅供参考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V20或许是除了Nexus以外 最早可以享受官方支持 Android 7.0的第三方设备了 近日有国外论坛曝光了两张 疑似乐视新机的首辉设计稿 从首辉设计稿中可以看出 这款新机将会采用背部双上头设计 而另一方面 乐视新机的外观将会有很大的变化 无边框ID 3.0的屏幕设计 应该会得以保留 而在配置上 骁龙821肯定是标配了 但内存会不会突破6GB呢 目前还无法确定 怎么样这一次能不能让你窒息呢 三星Galaxy Note 7将会在今晚正式发布 而现在有网友便提前爆出了新机的包装盒 整体风格与S7类似 而从背面的参数中 我们可以发现 韩版的Note 7将会搭载 Aknos 8890处理器 4G运存64G的存储空间 屏幕自然还是2K的Super AMOLED显示屏 支持IP68级防水防尘 此外新机还将支持LTE CAT12网络规格 配合三载波聚合 可以实现理论下载600Mbps 上传100Mbps的惊人速度 至于还有什么其他的黑科技 今晚就知道了哦 对了 如果你还在为买不到正品的苹果配件 或者价格太贵而发愁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看看哦 淘宝搜索店铺Vager 苹果正品配件 低价还包有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咯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关注我们 当然也非常希望您能关注一下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ager获取更多的内容 科技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